這個家務室啊 我們其實我們外人 都不應該去多做一些 不管是揣測啦 或者是多話 我們講這個 清關難斷家務室 但我再講一個 這個十年修得同傳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我覺得 真的 應該要珍惜夫妻的感情 你女兒好像很喜歡她 甚至去追星這樣 是啊 那時候我還帶著我女兒去看 王力宏的簽名會 那到台中還跟 還跑著去 上台 我還帶著她上台跟她拍照 那有沒有覺得 因為當時你在節目的時候 有她蠻優質 但形象好像崩潰了有沒有 我不覺得啦 我覺得這是 我們沒有看到的一面 我們不能隨便下註解 你說風風雨雨啊 有的沒的 我們真的沒有看到 所以不管是網路說的 或任何人嘴巴說出來 那都不算的 就像 任何事情 你要講別人 你要拿出證據 就像 就像我的事情 當時你們記得鋪天蓋地講 對不對 現在起訴起訴 判刑判刑 對不對 所以我想我們都有證據 你不要亂指控別人 亂講別人 你要拿出證據來 但我們被人家指控 我們就拿出證據反駁 就這麼簡單 蛋頭是誰 男權媽媽的 對 對 乃哥 乃哥你會不會把 乃哥你會不會把 乃哥你會不會把那個字 唸成彈 彈頭 就是那個彈頭 我怎麼有彈頭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 大家因為是演藝圈的藝人 都會把這些事情放大 其實我們把它放租在一個社會裡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家庭的事情 然後我們外人看都是這個物理看話 真的 只有他們自己當事人最清楚 乃哥是不是覺得李靖雷 他提供我們那些東西都還不去 算是證據 我不是說是不是 我只是說 這個東西我們外人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多加做評論 就這樣子 乃哥覺得王力宏的演藝事業 很有可能在嗎 哎呀你也知道嘛 現在是網路無國際 對不對 你說像我們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 那時候連手機都沒有 網路也沒有 想要傳又傳不出去 對不對 只有靠報章雜誌 那是真的很大事情 才會有報章雜誌報導 那現在一個小事情 網路就發酵了 所以當然會影響 你說影響程度 當然一定也很大 對不對 而且現在我們講 很多的 就真正的藝人 他的市場 都是以大陸為主 對不對 那大陸又很 真的很在意 所謂的那種 藝人之間的 藝人這些的 平常的行為 這些的 所以我覺得 是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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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